好 很多人在買車的時候 會看顏值 但是外觀是給別人看的 內裝則是自己看 大家覺得哪一個又更加地重要呢 在2022年有哪一些 優質內裝的好車 值得來推薦的呢 觀眾朋友 如果要是你覺得說 我實在是很不滿意 我的愛車的內裝 想要自己改的話 哪一些是合法 哪一些又不合法呢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看 在外媒統計出來 2022年最值得推薦的 十大內裝 還有用戶體驗的最佳車款 如果說以豪華品牌來說 有哪一些是值得推薦的 對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World's Auto媒體 他們其實每年都會針對車子 不同譬如外觀 動態 動能引擎設計 做一些品種 我們今天的主題來看 他們這個評選 World's Auto針對內裝 其實已經連續辦了11年 每年選一次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就是 內裝設計跟用戶體驗 做了一個綜合的評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早期我們講內裝 可能就是講它的設計 有沒有新的一些那種造型 我覺得那個實際 有的時候我們遇到 我們每年都是很多 有些車真的很有設計感 但是實際實在有點激樂 或者是說為了設計而設計 真的會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 我覺得這一次它把它用戶體驗 US融進去評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 客觀的一個評鑑 那它評出來 其實它當初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評了22台車 最後選出的10大 那很特別的是這10大車裡面 如果以國人比較熟悉 或者是買得到 台灣買到的時候 大概就有像是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這個螢幕上這兩台是電動車 那總共10大有五台是EV的 純電動車 除了BMW IS 以及MercyBenz的EQS之外 那另外有一些可能國內目前沒有 譬如這個Lucy Air 或是Rivion的R1T等等 那其他在實名之外 也有很多像BMW i4 IONI 5 其實都有入圍到前22 那回歸到我們講的10大來說 我覺得其實蠻特別 其實我們一般在試試電動車 我們已經有感受到這一股 除了我們一開始都把焦點 放在他們的續航啦 性能加速啦 比油車萌很多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發現 其實電動車在內裝的琢磨比例 其實蠻重要的 沒錯 那我覺得這跟未來有一些 因為未來電動車勢必要走上 Level 3、Level 4 全自動駕駛 以後可能車上 搞不好真的睡得開車的一天會到來 是 就是你在車內可以做的性 越來越多了 對 譬如我們看那個什麼EV6 還有一鍵青島 為什麼這樣設計 搞不好未來五年後 我們真的可以躺在車上開車了 未來的技術 如果到全自動駕駛 所以到時候內裝的使用上 跟舒適體驗 跟現在我們時間點又是不一樣 那以他們今年提出來的這個觀點 就是除了我們剛剛講的設計 用料然後材質之外 多了用戶體驗 那我們就以這兩台車來說 那BMW IS台灣已經上市 我們大家也都試過 其實從這個CG上旁邊 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以身為這個BMW第一台量產的 這個休旅車型來說 以目前台灣才剛發表的i4來說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感受 它真的是全部從外到 那一個全新的電動車的概念 那你看到它的內裝 我們看到其實方向盤六角 就非常不一樣 是第一台用上非圓形的 對 非圓形 然後那個形狀蠻特別 但實際開起來感受是不錯的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講 它的這個儀表台的上半部 其實就是未來BMW家族化 就是一體的曲面 那它的尺寸很大 12.3吋的數位儀表 以及這個14.9吋的中央的主機屏幕 然後用戶的體驗重點來了 其實我們都 其實我在試這台車之前 我看很多國外的資料 ID 8 iDrive 8 你會覺得有些功能好像都藏起來了 有些直選單 譬如說它把一些空調冷氣 或是一些座椅的調整 它不像以前直接透過一些按鍵 或是螢幕去調 它要進入一個選單到下一站 你會覺得會不會有點不忍性 其實我們試過以後 發現不會 你只要摸過一次 大概就學習記憶下來 他們就說在這台車上面 很多的Shine Tech 引擎科技 對 引擎科技 它讓你看不到 就是有點化繁為簡的概念 但實際用戶體驗上 個人我們試過這個車 覺得其實是真的不錯 非常棒 然後體驗除了這些功能面 有夠不夠全面 其實說到車機 不外乎就是導航 好不好設定 然後再來有沒有一些新科技 像這台車有AR過程實際 就是一個很好用 到路口真的就告訴你 要轉彎了 你就不會再走錯路了 然後像是這個語音助理 它也進入2.0 你當然還是要下一些指令 但比過去的1.0時代 會更聰明辨識 聰明一些 未來功能也會越來越多 你可以幫你開窗戶 開冷氣 調音響 全部都做得到 這就是所謂的用戶的體驗 的部分 然後像我們剛剛講的 從比較初階的設計 材質用料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水晶套件 石木飾板 包含橄欄柔製的一些皮質等等的 就是我們講 其實這是它評比的相關重點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的話就是 Mercity Benz EQS這台車 那也是一樣的 一看到照片其實就是 超大劇頻 非常shock的這個內裝的介面跟儀表 其實大家螢幕越做越大 越來越多 那我們剛剛看了 RX是一體的這個螢幕 其實只有到中控 那看到EQS 它是直接副駕駛也給你一個螢幕 那它更誇張了 基本上它是整個儀表台就是一個螢幕 包含12.3吋的數位儀表駕駛前方 然後副駕駛前方也給你一個12.3吋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17.7吋 那賓士元長說它加起來其實是高達56吋 那就是整個螢幕的這個螢幕的觀感 跟我們過去的設計就是截然不同之外 我相信這也是未來大家的一個趨勢 然後用戶體驗上一樣跟剛剛講的就是 你不外乎就是這一些的介面好不好操作 導航然後也有像是我們比較切身 幾乎上車就會用到卡普類 連線聰不聰明等等的這些功能 就是這一次評選出來 這兩款車在台灣的話都會 可以說是這一次十大的一個代表的作品 是的 既然要買到這個最佳的內裝的話 在台灣電動車有這兩款也就是雙B 豪華的程度真的不在話下 但是一般的消費者來說我想要一般品牌艾大 但我們來看看實大內裝裡面 其實一般品牌在台灣可以買得到的 這兩台也相當不錯啊 應該這樣說 剛剛邢南跟我們介紹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評選 那麼他這一次把所謂的十大內裝 所謂的設計面跟用戶體驗面相結合在一起 作為評選 我覺得這一點邢南說得好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不管是任何的設計 坐在車子裡面是你 對開車的是我們 是坐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對 所以這一套內裝你看得舒不舒服 喜不喜歡 不管是觸覺 視覺等等各方面觸控 回饋方面的感受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因為是你在用不是我在用嘛 對不對 所以用戶體驗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當然以前我們常講說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這一次呢 有一半以上的電動車獲獎 當然電動車代表是未來的一個體現的方式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都是傳統車廠我覺得 很重要的是 傳統車廠他很清楚的說知道他在 用戶體驗上面需要呈現出什麼樣的一個氛圍 什麼樣的一個感受 用戶需要什麼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就像剛剛這個 型男講的這個ID8 BMW的ID8系統說他還覺得 這個控制要到第二層第三層的選單 感覺好像不是這麼對對不對 事實上 他們這種所謂的用戶體驗 非常的高明 你使用過一次之後你就知道 那個不會有問題 因為畢竟座椅你不是天天在調整 當然要把最優先 你需要用到調整的選項裡面 放在第一層的level 而也不需要把不常使用的座椅調整 放在第一層 讓你在操作的時候 有過多的東西去干擾你 所以這就是用戶體驗上面的一個 這個思維跟邏輯 那這個思維邏輯不代表的是智慧 代表的是大數據 所有消費者使用完的回饋 讓車廠知道我應該這麼做 當年有一個這個非常簡約設計的車廠 的內裝不是這一台 只有一個螢幕的那種車 然後他就把這個大燈開關都給取消了 然後你開大燈等到進入到第二層選單 才能夠開大燈 等你進到第二層選單 可能你已經撞車了 等你進到第二層選單 開大燈的時候你已經出隧道 這個就是完全沒有照用戶體驗 來去思維的工程學邏輯 來去設計的一個操作介面 那大家已經有人猜了出來 我在講的是什麼車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其實有改變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是一般品牌上面 在這一次獲獎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Golf的這個GTR 他也是屬於有大面積的什麼 觸控的這個顯示的屏幕對不對 包含了駕駛艙啊 包含了中央的影音介面啊 甚至他在整個冷氣空調的設計上面 也變得非常的簡單 簡潔快速 然後中央的這個排檔桿做也非常的簡單 很容易的就可以去做所謂的操作 跟辨識 當然他一樣可以維持什麼 他Golf GTI傳統的這個性能風格的一個 歷史傳承的概念 一進去你絕對不會說他是一台 Skoda好了 大家一定知道他是一台GTR 因為包含了他這個格紋狀的這個 座椅的一個設計的鋪陳啊 所以這個車位獲獎我是覺得 沒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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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就是韓國品牌 KIA的這個EV6 剛剛形成說未來的車子啊 能夠Level 3 Level 4 甚至到Level 5 我們真的可以實現啊 在車內睡覺的一個功能 那麼我們都試過了這個EV6對不對 它真的可以有所謂的一鍵傾倒的功能 哇整個駕駛座就讓你躺下來了 乘坐的感受是非常的舒適 而且在你躺下來的時候呢 雖然現在不是讓你躺下來駕車啦 是讓你躺下來在這個車裡面 充電的時候 做一些休息的時候 那基本上你要在充電 你想要享受獨處的時光 你躲在車子裡面 你可以躺下來 你不用去外面給人家擠一杯咖啡 或者是你到了目的地你想要坐在車子裡面 感受一下這個車子的氛圍 仰頭看看星空 這個時候這個車都能夠提供你非常好的一個體驗 尤其是它在你躺下來的時候 這台車其實它有模擬一些情境有沒有 對 下雨的聲音 海浪的聲音 還有一些背景音樂 像我個人就是覺得睡覺的時候 如果聽到下大雨的聲音呢 睡得特別好 所以最近幾天下大雨有沒有 你睡得很好 你有沒有發覺我都睡得蠻好的 很療癒就對了 對 晚上賴我都聽不到 醒不來的 所以這是 我覺得這就是在用戶體驗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買車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參考一下下 例如說這樣國外的一些專業的一些機構媒體 來去做所謂 畢竟他們看的車子多幫你評選了 說現在內裝的設計的氛圍是什麼 托車是什麼 什麼樣的走向 我覺得這一點都非常重要 因為人啊 吃的好吃了 如果飯 你就不會想要再回去吃王子麵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 但是王子麵是偶爾食肢 所以你如果有看過高級的設計 高級的內裝 你就知道為什麼橄欖葉柔質的皮革 是會觸感跟氣味會讓你覺得 哇這個車真的是我所想要的車 跟一般化學的設計做出來的東西 是不太一樣的